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赵传奇身上有我们中华民族最为可贵的精神 宽容 宽容不是软弱 是更高层次的强大 他没有受伤吧 好像受伤了 赵传奇受伤了 我现在就派人去找 我已经派人去找过了 你先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着急忙慌了 到干去地怎么不找我 听我说完呢 您就不会再表扬他了 你醒了 伤口还疼吗 我给你倒点水 你的伤口正在愈合 不能乱动 给 你在想什么 没 没什么 我睡多久了 两天了 两天 是你给我吃的伤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家世代行医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 我 我问我 我 我的裤子是你脱的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们给你脱裤子 怎么给你取子弹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那么封建 我都不在乎 你个大老爷们怕什么呀 李干事 你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这样做你以后咋嫁人吗 闭嘴吧你 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 我只知道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坦着别动 大爷在做饭 我去帮忙 赵传奇大闹营 不说走就走 我下令了 但是没拦住 下令 我看你是虚张声势 怕赵传奇犯魂吧 对 我是吧 我是怕那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魂小子 哪根筋搭错了 那就 就 那就什么 那就让他来 要离开他赵传奇 我们焚良山居民 就不抗日打鬼子了 赵传奇试魂 我看你是糊涂 唐书记 你批评的对 对什么 给我讲讲 我看马营长说的有点道理 他要你心胸狭窄是什么意思 是要你有点人情味 我承认 独立营的每一个干部战士 都很尊敬你 包括那个脾气上来就不管不顾的 赵传奇 但是你的心总是跟这些战士们 隔着一层 这一点我不认同 我爱独立营的每个战士 我记得在这一点上 我们交换过意见 在你的世界里 革命就应该是波涛汹涌 撞怀激烈 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有日就有月 有阴就有阳 这是自然规律 也是革命规律 正如列宁同志所言 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这句简单的话 蕴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想严格地要求赵传奇 把门槛抬得高一点 只要他能迈得过去 就可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您是我拔标助长 你说呢 你把门槛抬高一点 赵传奇迈不过去 当然要摔跤了 我明白了 唐书记 我接受您的批评 你啊 跟赵传奇要是合成一个人 也用不着我这么操心了 你还笑 李副连长最近有消息吗 郭盖里去南方整训 就断了消息 根据地首长非常重视 小野化妆进入根据地 侦查这件事 判断小野最近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立刻派人去南方 设法跟李副连长取得联系 争取取得准确消息 是 为什么不好好看 练得不错呀 不错 再这么练下去 不练杀也得练残 崔大队长 你得替弟兄们 在小野太军面前说说呀 说什么胡话 我这不也是被调到南村来了 听你的意思 小野太军现在很不相信你 担心你知道怕你走到风上了 习兰卫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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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好几天了 哪都打听不到 川级哥的下落 争许营地四周戒备森严 又混不进去 里边有多少人 听周围的老百姓说 陆陆续续来了八九百人 八九百 这么多 伙伏总不出来吧 他得买菜啊 没用 每天要专门的人 送菜到营门口 然后再由川军庄的小鬼子 把菜带进去 你说话怎么那么别扭 你就直接说小鬼子 抬起伏就完了 不过听送菜的人说 川军庄的小鬼子 说的都是中国话 小鬼子说中国话 穿着日本人的军装 可待遇还不如警备队 天天吸汤灌大肚 啥时候能吃顿干饭呢 知足吧 要是在小帮庄 咱还不得天天给赵山奇 浇子弹呢 我宁愿浇子弹 也不愿受这罪 别发牢骚了 大队长正在和日本人交涉呢 咱们得给大队长点时间 好 小队长 城庄外面有人说莲花烙 笑到你肚子疼 你不去听听 走 行行行 这地方活人也得憋死了 走走走 走走走 没事了 走啊 走 就是 没什么吃的 走 走 快快快 老坏啊 鸡航们 老爷呀 快快快 小队长 吹上去啊 走 别打 走 实力 看什么呀 别走 老爷到了后脑 好啊 小队长 来 连忙说 本老爷呀 没有令尊 这老汉为人很善良 从小是个热心肠 急忙说 老爷呀 这样吧 我有七八个儿子在农村 送你两个做令尊 老爷一听 我刚翻了白眼 气得腿肚子超了天 好好好 谢谢 谢谢啊 各位客官 说得不好 多担担啊 明天这个时候呢 我还来这儿 明天这个时候我还来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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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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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还是 写真 咱们 在这儿 陆 跟 那儿 我 你想 你 定情信物都给你了 别辜负人家姑娘的一片情谊 你胡扯啥啊 这又不是我要的 是那个小鬼子的妹妹 死活要给我的 我也不明白是啥意思 再说了 用不着跟我解释 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那不行 我必须要跟你解释清楚 用不着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 我说了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不行不行 你必须要听我解释 不然的话 又要有人乱交舍根子 是我跟一个女人 东长西短的 光潜 这还是个日本女人 要是我说不清楚 我又入不了当了 我懂了 你跟我说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让我知道 你和那个日本女人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等将来组织上何时 有我给你证明是吗 对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又不在场 我怎么能够证明 你们之间没有发生事呢 当时我已经受伤了 我们能发生啥事情了 你是伤得不轻 可万一呢 你谁啊 你八落半 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什么事做不出来 好 如果有 我天打雷 我天打雷 别人 我 老天爷 我做啥生天害理的事了 连你也欺负我 你别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行吗 那好像是我在骗你似的 那夏天打雷 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对 夏天打雷 是常有的事 可是某一个人 刚刚发过誓就打雷 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真是浑身长嘴 我都说不清了 每一次说不清 都要找一块豆腐来碰死 这里可没豆腐 只有石头 这叫啥事吗 那我救人还救出罪过来了 真是 行了 我知道你急着想见唐书记 是想把满肚子的委屈 都说给唐书记听 但也要等到你商与之后啊 唐书记一定会公正地处理 要相信组织 你也误会了 我找唐书记不是为了涂苦水 是我发现了鬼子有心动向 大队长 来来来 您快 里边去 崔大队长 快请坐 好好好 走 你小子 多大点事啊 东西不在我这儿 这点事非惊动周大队长啊 崔大队长 您再辛苦辛苦 在皇军面前 多说几句好话 这王三丑跟那爹娘啊 就这么异常照片 来这儿换衣服的时候 忘了掏出来了 这点事对您来说 不就是真别人大点的事吗 对 是啊 崔大队长 举手直牢嘛 再跟日本人说说 这点小事 不用惊动小野太军吧 不是我不帮忙 主要是衣服啊 不在这里 那在哪儿 你打听这件事干什么 崔大队长 您快说这衣服去哪儿了 我这军装里 还缝着一张地气呢 那可是我全部的身家性命啊 我不是说了吗 你们到了这儿的第二天 我不是说了吗 换上皇军的衣服以后啊 你们的衣服就都被拉走了 你们的衣服就都被拉走了 究竟拉到了什么地方 这地气没了 那那那那我房子也没了 还有我的房子呀 等大爷把车套好了 咱们趁着天黑就回去 其实我现在心里也挺后悔的 我就不应该那么闹腾一场 上了刘主任的心 还有独立营的 我当时觉得 不去总部转一圈 就没脸回去了 到总部转一圈 你就能回去了 那不是至少有个台阶像 没找到唐首席 所以就回独立营 没想到在半路上 碰到吴老三他们绑票 你什么时候学的那么矫情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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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再装 声音再大点 把狼招来 李院长 你什么 这两天辛苦你了 嗯 你为我做的那些事情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 你相信我 我嘴沿着呢 我一定把他烂在肚子里 绝对不会影响你将来家住们 我们还是革命同志 我们 吹胡子动员的 我又说错啥了吗 我又说错啥了吗 凡人各部 按计划展开攻势 太原的飞机 何时轰炸和甲崖 明天中午 昨天晚上十点 大约一个大队的鬼子 在伍军的配合下 对南坟老林口 长家沟展开了攻势 不到一个小时 老林口和长家沟 就失守了 北坟罗家屯也遭受到了 日伍军的攻击 鬼子大约有两个种对 这么多的鬼子 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报告 进来 这鬼子的速度也太快了 八百多鬼子 从南山铺子进入根据地 二团被调走之后 南山铺子到龙王庙一带 只有一团的一个连 根本顶不住这股鬼子 是不是派一个连 去支援他们一下 这股鬼子的行动速度很快 但似乎又不是冲着总部来的 在没有弄清楚 这股鬼子的真正行动语度之前 我的意见 不要贸然行动 刘主任说得对 我现在就去总部请示 你们回营部 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是 是 大哥 跟您打听个事 昨儿还听着院子里有百十号人在练兵呢 今儿怎么没动静了 这个呀 昨天晚上突然全都走了 前后也就两点烟的功夫 谢谢您啊 连大哥 你说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就算走得再突然 锅盖里也会留下东西 找找 仔细点 连大哥 快看 蛋壳 我们穿着鬼子的军装 伪军军装不知去处 什么意思 可能要出大事 赶快回营部播线 是 驾 什么声音啊 听不清 应该是部队通过的声音 跟我来 这边 这么多鬼子 报答对劲啊 鱼小六 那不是郭盖里吗 他怎么穿着鬼子的衣服啊 快走 去哪儿 回独立营 你不是要去见唐书记吗 我去找唐书记就是为了这事 现在看来这是要打大仗了 这要是回就完了 别说是汤喝不上 那肉就更吃不上了 走吧 走 此次鬼子的进攻非常突然 动用了飞机轰炸了贺家牙 据总部首长初步估算 此次参加作战的鬼子 有五千人 还有两千多伪军配合作战 所以唐书记要求我们独立营 以连为单位 跳到小溪沟 大宝庄和咬头傲一线 利用鬼子后方兵力空虚 寻找战机 主动发起攻势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清楚了 营部跟随二连行动 一连三连 报告 刘主任 营长 副营长回来了 刘主任 副营长赵传奇向你报道 你们大家伙看到没有 这一张嘴 就把副营长挂在嘴边上 你什么意思 知道有仗要打了 你就厚着脸皮 还想当这个副营长是吗 是 抛马 宣布决定 赵川起 董志 我现在代表独立营 等等 不会是要真开除我吧 打完了这一仗行不行了 等打完了这一仗 打完了这一仗 我一定做出深刻的检讨 我去营部的火坊背刑军锅 还不成吗 赵川奇 你说什么 背刑军锅 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竟然这么多天不归队 你 他那时候遇到了五老三 还受伤救了个人 难道组织上真要开除他 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真的 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 我给他担保 如果他再犯错误 连我一起开除 赵承琪啊 你这两天的行动 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 至于怎么处理 那回头再说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那我们就要重新调整一下计划 你带着二连 去小溪沟一带活动 听说你受伤了 不影响秦军吧 这点小伤算啥 那古时候有个姓孙的兵法家 腿都残了 还照样指挥战斗 我一样能行 好 那你就带着二连出发吧 等等 刘主任 叫我带二连 去小溪沟作茬 唐主任 冲不出去啊 对面的伪军配有重武器 打起来又异常凶寒 他娘的还从没见过来 打成这么不要命的伪军呢 必须冲出去 这里面装着根据地总部的重要文件 千万不能落到鬼子手里 易连长 连长 后面的日军上来了 立刻雇注防御阵地 快 是 唐主任 这下我们被包了饺子了 别着急 天黑之后再想办法 你看清了 看清了 肯定是郭盖里和于小溜 我也看清了 你们是说 伪军穿着鬼子的军装 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曲张声势 疑惑我们 我现在也不明白 鬼子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我坚决反对 化整为令 咱们独立营应该握成拳头 狠狠打击鬼子 绝不能分散出去 要不再等等 再看看 或许上级会有新的命令 从唐书记给我们的命令判断 咱们坟梁山的主力部队 也都化整为令 跳到外线去了 避免与鬼子正面作战 短时间内 我们是不会得到新的命令 唐书记 真是奇怪了 你说这小鬼子大冲锋 还不如咱村里的老太太 都说这伪军凶猛的 有点异常啊 我们上大了 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你们团长不是把团旗 交给你了吗 是啊 你把他插起来 是 咱团团部在这里 本梁山八路总部警卫英语在这里 他们的无畏录下 跟你预判的一样 咱是没有发现疑团团部 都被我们紧紧咬住了 总管目前战事 顺利地让人难以想象 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 八路明天天亮 就会识破我的计划 一旦疑团并没有分散突围 而是迂回到我们的侧翼 按中国话说 我们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我们应该电告多天将军 请求他向坟梁山增兵 唯有这样 才能彻底解决坟梁山八路 现在提出增兵 多天将军会统一吗 他之所以同意这次作战 就是因为我只动用一个大队 您作证计划的最初构想 只是消灭坟梁山八路军主力 但现在 是要将八路坟梁山根据地 从地图上抹去 小语阁下 不要再犹豫了 报告 发现坟梁山八路军阴团 刘主任 不能犹豫了 从目前的境势来看 我们不是在往外跳 而是要往里冲啊 马营长 你的意见呢 我赞成副营长的意见 不管将来出现任何问题 都由我这个营长负责 刘主任 你看 赵副营长 你回来了 听说你受伤了 别挑这个 什么情况 好狡猾的小野 让伪军和鬼子互换军装 当我们的部队跳出来以后 发现美军准备一口吃掉 他们的时候 才发现 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战斗力非常之强 我们武姿冲锋都被打回来了 八路伸长夜间突围 于东尤严严加防范 公主担折了 一群队 忘了 有一群队 是 每一群队 两群 一群队 被冲者 你有什么 要员 那虎 我分析 可能是突围的时候 团部被包围了 我们的人数跟鬼子差不多 应该能冲进去 冲是能冲进去 但是伤亡会很大 最好是里面的人 能跟我们同时行动 乱去 好 注意安全 看到红色信号弹以后 让部队沿着东南往外冲 是 看到红色信号弹以后 沿东南方向往外冲 还是让我去吧 你还负伤呢 要不让副营长跟我一块去 也好有照应 赵长洁 怎么去的怎么跟我活着回来 打完仗 我还等着你小子洗检查呢 放心吧 刘主任 我会保护好副营长的 行了吧你 我用得着你来捕获 这不是小鸡仔飞上天了吗 赵长洁 别有嘴话舌 你们两个 都要怎么去怎么给我活着回来 听见没有 那是小鸡仔飞上天了 你以后还能够去哪里 是小鸡仔飞上去 我会拖银子 我会拖银子 你帮你了 我确实是不过 你不过 这才是小鸡仔飞 小六子 小六子 小六子人 是啊 小六子人呢 小六子 小六子 小六 小六子 go 一斗 快跑 快跑 小六子 走 快跑 再走 再走 快跑 快跑 Brill 追 快点 追 唐叔弟 我对劲了 这鬼子怎么自己拿起来了 小心 品队有杀 火力准备 别开枪 我是狐狸营的 唯一掩护 走 你怎么样 就上了 卫生员 卫生员 快 给他看看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在这儿 狐狸营呢 在鬼子后面 我们没有按照命令 化证为零 太好了 没有化证为零就对了 我们上了小野的当了 刘主任和马营长 在外面监狱我们 看到红色信号弹之后 沿东南方向突围 好 医院长 通知战士们 看到信号弹后 沿东南方向突围 是 他怎么样 要这么多啊 我问你他怎么样 子弹击中了心脏 上尸太重 我们没有药品和器械 根本无法抢救 副营长 那是不是快不行了 没事 你能听得住 能听得住吗 事情和唐叔姐 都跟我时候清楚了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 跟你道歉 看来现在机会到了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你啥话也别说 我们活着回去 来 起来 要不是在 在 在继续大队 他一直跟你对着干 你也不会被开除 继续大队 你别埋怨啊 刘汉世 他一直对你邀请严格 是因为你比一般人 在他心目中更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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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你绝对不能死 活下来天见没有 月晓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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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姑娘的死跟他有关系 如果当时 你能不顾会儿的话 徐姑娘也不会死 小处的死跟任何人 都没关系 那是我的错 你也不会死 啊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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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能不能像小 像小时候的呀 叫医生转 转几个 那 你呢 来 几 转几个 余生 怎么算起来 押了 昊山 女性 我带你回你 我一定带你回你 当着我 羽生兄弟 小鬼子 我操你牢了 同志们 冲啊 同志们 冲啊 冲啊 怎么会无兵可败 我们已经急于焚亮山八路重创 哪怕再调配我们两个大队 定将连根拔掉焚亮山八路根据地 八路在华北各地的根据地不断扩大 而我们皇军在华北的力量却越来越分散 兵力捉进剑州 那我们该怎么办 收索兵力 严防八路的反击 我们赢了整个过程 却输掉了结果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得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笑话 都是那个该死的赵传奇 你说什么 昨晚突破守卫队阵地 迎接被困八路军主力部队的 就是赵传奇 我们绝不能就这样空手而归 派出一支小分队 火速赶往小王庄 去小王庄干什么 八路主力可以跳出保卫圈 我不能让赵传奇再怕了 刘韩世 在马之道员的分前 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我也想和你推心之父的谈刺 马之道员生前说 你对我要求比一般人严格 是因为我在你心目中 比一般人分量要重对吗 对 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没有 你的人跟你的名字一样 韩世 马医生牺牲前 和我常谈了一次 说我给你画了一条线 说你什么时候 不是人间烟火了 我什么时候 就会同意你入党 我一直在反思这句话 与其说 是我给你画了一条线 不如说 是我给自己画了一条线 我以我的标准 要求你 考验你 而不是党的 这一点对你有失公允 其实 大脑总部的 罪魁祸首不是你而是我 这一点 唐书记已经严厉地批评了我 我一直想要改变你 把你改变成 我所设计的赵传奇 我错了 我正重地向你道歉 你也不要 指望我们之间能够成为兄弟 能够成为最好的同志 祖义 大哥 大哥 大哥不好了 出大事了 滚 跑出去这么多天 这子刚回来 天大的事情也不能耽误我睡觉 你再睡 你一再睡 你想好的就没了 日本人去抓威尔寡妇了 什么 大刀太军 什么事啊 放不着抓一个守无寸铁的女人吧 怎么 周大队长想干涉大日本皇军的事情吗 不敢不敢 我走不动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管太军的事啊 那就不要放了我办公务 是是 可是 我是真有事跟大刀太军讲 想 就是 威尔寡妇是我的相好的 还请您手下留情啊 相好 相好 什么相好 相好 相好 相好就是 她是我的女人 她已经有主了 大刀太军不是也见过 我们钻一个被窝吗 你对女人 我可从没听过 周大队长什么时候娶妻子了 是是 是要娶 现在就娶 马上就娶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就给大刀太军给抓了吗 打开 你是有意于皇军为敌 别说她不是你的女人 又算她是你的女人 为了帝国圣寨 你也应该把她捐献出来 不是 再怎么圣寨 我又不能卖自己婆意啊 打开 再胡言乱语 就没强卑了你 副院长 副院长 停车前进 小王庄卫军送来的 说是有急事 鬼子绑架了威二奶奶 一定是小爷干的 小爷还有人性吗 副院长为了救她妹妹 都受了重伤 她要是有人性 就不是小鬼子了 刘主任 你把队友带回去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让我自己来解决 赵真奇 这不是你自己的事 这是我们独立营的事 小鬼子是让我们独立营 打怕的 才使出这么下散烂的手段 但是小爷肯定是早有准备 我们这些人 驱多少死多少 与其这样 还不如让我一个人去 我不允许你说这样的话 你现在是独立营的副营长 不是快以恩仇的江湖侠客 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一连给我求小王庄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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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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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谁不去开箱 再来 这五斗坡 帝氏算不上线要 可要真打起来 冲上去了 威尔奶奶的命也没了 闭嘴 看来你在赵传奇心中的位置很重要 他们来得很快 那当然了 我可是他师娘 我让他打狗他不敢打鸡 我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 这辈子他就剩我这一个亲人了 不会有其他人再让他这么牵挂 你们想抓他找我那就对了 用不着再去找其他人了 很好 这么说 你愿意劝赵传奇投降 我要是能帮你 你能给我多少啊 军票哒哒哒哒 去 我对金票不感兴趣 我要的是金条 十根 只要你能让赵传奇投靠黄军 金条不是问题 他就在下面 我们开始吧 我们开始吧 传奇 执娘 日本人说了 只要你肯投降 就给我十根金条 你知道的 你师娘我呀 是个爱财的人 你肯不肯投降啊 师娘 难道你不想要我这个师娘啊 你要是不投降 那他们可是要杀了我的 好你个赵传奇 你为了打鬼子还真是六亲不认了 你想气死我呀你 你 你 过来 过来呀 把枪给我 要是没有枪 我可就不能保证能让他投降了 把枪给他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可我希望你别做傻事 我还是那句老话 只要你做好决定了 我就跟你成亲 不认识 师娘 赵传奇 我可要开枪了 我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投不投降 不要 你别让师娘我瞧不起你 你心里头知道我要的不是 这下个字 你大声给我喊出来 你还在等什么呀 喊出来 不投降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 不投降 我听不见 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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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你那些 你还要赵传奇 我已经没有了 你哪有 你还没有了 你现在你还要赶 你还要赶你 你还要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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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流泪 打笑我就没看见你哭过 今天当着小鬼子的面 更不许哭 师娘 师娘个啥呀 师娘就是个名字 就是个念想 只要你能赶到小鬼子 师娘心甘情愿去死 你给我记住了 我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也要告诉你 我就是喜欢你 我这身子生不能给你 死也要留给你 你一定要替我多杀鬼子 要多杀鬼子 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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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成吉 成吉 你不能过去 小鬼子遭遇埋伏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谈世 你就是开除我一万字 我赵传奇也 绝不会让我师娘 躺在小鬼子面前 把手放开 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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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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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座大山压在我的身上 我知道背的 不仅仅是师娘的身躯 而是整个分两山 无数被鬼子屠杀的生命 亲人的离去 战斗的牺牲 让我深深地意识到 没有国家就没有每一个小家 就更不会有幸福的生活 只要还有一个小鬼子 在中国的土地上 就没有和平 鬼子也许能夺走我们的生命 但夺不走我们中国人 保卫家园的信心和信念 师父师娘在天有灵 我赵传奇对你们发誓 一定多杀鬼子给你们报仇 前些日子分散突围的部队 陆续回归各部队 小野已经收缩兵力 暂时还没有退出根据地的迹象 总部首长判断 小野有可能在打粮食的主意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鬼子拿走一颗粮食 总部首长决定 在秋收来临之前 一定要把小野赶出根据地 真打与阳攻相结合 那我们独立营的人物是什么 跟对付田边是一样的 伪装成一团的主力 绕到小野的后方 造成关门打狗的假象 看来我们还得扛人家一团的团棋 那我就把一团的团棋 交给你赵传奇 但是你听好了 一团的团棋 可是官团长和一团的命根子 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倒真想见识见识这官大炮 赵传奇 注意纪律 首长的外号是你叫的吗 小野军 我军策访白家庙 发现八路军一团 不可能 一团昨晚还在长梁岭 与皇军基站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跑到五十公里之外的白家庙 如果白家庙被八路占领 我们就有被何为的威胁 必须让我撤退 报告长官 一个小时前 闻粮神八路军一团 向白家庙发起猛烈攻击 不到半小时 外围阵地被攻陷 与您抛兵部队抛后覆盖 步兵随后攻击 一定要确保白家庙 具体的安全 犯似神八路军一团 不可的 欠缸 至少 伤知 切育 未经许 第二演员 众心赤胆 八路将 全军上下 斗志昂 玉学沙场 刀家邦 杀进鬼子 齐欢成 杀进鬼子 齐欢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我啦 有个后生叫赵传奇 他的故事真传奇 被酒相亲上太原 绑了个鬼子叫西川 你别看西川长得丑 可人家身份有来头 跟日本皇帝站着亲 那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这一下儿 日本狗皇帝着了急 是上 蹿 下 跳得直拉西 咱再说 太原老鬼子叫多田 为人狡诈用 为了给皇帝拍马屁 射下陷阱抓传奇 好传奇 不一番 人家随便的挥挥手 你们猜 怎么着 怎么着啊 嘿 小鬼子的弹药库就飞上了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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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安排不一番 大队奸着中队的官 这个戒不错的很直官 你就是个传令的官 小鬼子 好人家随便 账入队 你 快让身大人 我 搜 快 战斗结束了 我们守住了白椒庙防线 还意外得到了保禄军团旗 好极了 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失去军旗的部队 为丧失斗志 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 赵传旗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我千叮咛万嘱咐 你还 这团旗 可是一团的命根子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一定把团旗夺回来 夺回来 你告诉我怎么夺 这个团旗在白家庙据点 这可不是咬头傲碉堡 白家庙的据点 可是一个碉堡群呢 看你怎么跟官团长交代 告诉我 我的团旗在哪儿 官团长 这么快就来了 命根子丢了 能不快吗 哪个狗仔子是赵团旗啊 谁是狗仔子 又一个吃辣子的 暴脾气啊 敢给我瞪眼睛 赵传奇 你别犯魂啊 这是一团官团长 这是独立营副营长赵传奇 你就是赵传奇啊 我听说过你 你不就是那个拔鲁伴吗 你的大名我也听说过 不就是关团旗吗 我还告诉你 在咱们拔鲁军的队伍里 只有三个人敢喊我官大炮 朱老总 彭老总 贺老总 你算哪颗聪啊 那在咱那八路军队伍里 讲究的是官兵平等 你喊我的处号 那我就敢喊你的处号 这叫来而不往非离 你给我闭嘴 这小子还挺能转词啊 我听说过 冯四宝调教过你几天 怎么着 就把你调教成这么不招四溜啊 冯大队长本事大着呢 我就只学了些皮毛 那就把小鬼子打得屁股尿流的 官团长 你是首长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再冯四宝那小子长 冯四宝那小子短的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不了解情况 你别瞎说 臭小子 你小子把老子的传奇弄丢了 不说赔礼道歉 你还怎么着 想跟我不客气啊 好啊 我倒想看看你 到底怎么个不客气法 我还告诉你 我当班长的时候 冯四宝还是个新兵担子 怎么拉枪拴 还是我教他的呢 唐柔军 能不能请你出去一下 你这是要跟我单恋啊 好啊 小唐 你出去 不叫你 别进来 你们一个是 八路军主力团的团长 一个是独立营的副营长 你们要觉着 这样瞎闹合适的话 那你们出去闹吧 这是我的办公室 关团长 我在后面的山梁上 候着你 关大哥 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你可是老党员了 你呀 不对症下药 治不好他这无法无天的这个臭毛病 我这是帮他进步呢 当初反围剿的时候 你们家的老冯哪天不犯错误啊 哪天不把签捅个大窟窿啊 我还就不信了 他比冯四宝还活啊 他把老子的团旗弄丢了 还跟我玩狠的 看我怎么收拾他 刘主任 快去看看吧 副营长又要捅娄子了 怎么回事 他要跟冠团长打架 你画道道吧 这是你的地盘 我磕随主编 那咱们就说好了 啥时候打服了 啥时候打得求饶了 啥时候听手 行 那咱就开始了 住手 去 关团长 我是东坟县委政治部主任 兼独立营指导员 刘韩石 怎么着 指导员和营长一块上啊 行啊 来吧 事情的经过啊 我有所了解 这个赵副营长啊 丢了一团的团旗是不对 但是他呀 少了 等我来这套 我告诉你 我和我的政委是有分工的 打仗的事归我 其他的事全归他 你要跟我讲什么政策 讲什么革命大道理 你去找他讲 他可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 我不奉陪 其实啊 你们两个人不用动手 结果早就出来了 输的一定是赵副营长 你咋长别人的威风 灭自家事迹 那你就说说 他怎么就会输呢 关团长 如果您赢 说明您 宝刀未老 赢在实力 如果让赵传奇占了上风 那说明您 心怀宽广 爱护革命同志 赢在道义 你小子这个套下得够高明的 哪个学堂毕业的 太原师范 原来是个教员 你这胳膊怎么回事 上次啊 鬼子春季草荡 我带着赶死队 和鬼子拼杀 不小心让鬼子占了便宜 停停 停停 赵传奇 你听见了吧 哪有让人家正宫干部 去带赶死队的 咱八路军就没这个规矩 看在我们一团 副排长 副连长 副营长 包括副团长 那都是铁杆的赶死队长 说白了吧 那就是冲在最前面 倒也要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什么 独立营啊 穿出去让人笑掉打牙 不是 关团长 您可能不了解情况 在我们独立营啊 指导员 教导员 一样指挥战斗 营长 连长 一样是政治工作的好手 我们这个赵伏营长 就曾经 把这个 即将遭受凌辱的日本妇女 从突飞手中解救出来 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 不具危险 把这名日本妇女啊 亲自护送到 日军的驻地 这件事情 编区简报道 延安的报纸都 上海 重庆的报纸也专载了 这种政治公式的效力 不亚于 歼免一个日军大队 不愧是个教员啊 口若悬河啊 那你告诉我 既然这个独立营那么厉害 那老子的团棋怎么落到鬼子手里了 那太原和上海的报纸也在那样的刊登了 没见过 还要这么厉害的 我说你还是不是个党员呢 废什么话 我的党龄比你的年龄多大 这说脏话还能入党 我告诉你 在我们独立营 说脏话连党都入不了 我们独立营厉害就厉害在这儿 你没见过多了 行了 不就是团棋吗 我怎么弄丢的 怎么给你弄回来 这总成了吧 君子一言 白马难追 好 那我给你七天时间 待着了 算电吧 我知道 你臭小子有一些个歪门邪道的手段 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你这个八路办 那白家庙据点 那可是一个碉堡群 我说三天就三天 把命跟得早点还给你 省得你关大炮 疼得晚上就觉到睡不着 你 关大哥 我怎么觉着 你今天是在故意拱火呀 团棋只是个借口 不过我落在这鬼子手里 我真是心疼 你不知道 那个团棋可是贺老总 亲自售给我们团的 一听说团棋丢了 从战士到干部 那都炸了锅了 要拼命啊 我和政委压了半天 才压下去的 算了 还是说点正事吧 我这次来啊 是受总部首长的委托 带着任务来的 什么任务 考察干部 你知道 自从二团被调走以后 根基地地方部队当中 最有战斗力的 就是你们独立营了 所以呢 总部首长考虑 想把你们独立营 或编为独立团 团长和政委这个职务 是非常重要的 从初步接触看呢 刘寒石倒是可以胜任 未来政委的职务 赵传奇这个臭小子 苗子是个好苗子 可是一犯几混乱 就是一根筋 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说实话 我也头疼赵传奇 那错误是一个接着一个 要归隆起来啊 能做个满汉全席了 也别说 这小子啊 比冯四宝还冯四宝 我还真喜欢他那股劲 上一次咱们是阳宫白交庙据点 占领外围阵地 没费多大力气 但是这一次 要进鬼子的核心碉堡圈 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四五个碉堡 唯一一个护补单位 里面有七八十个鬼子 不能签过 是啊 这困也困不死 水井就在碉堡群里 副营长 你怎么不说话啊 团棋必须躲回来 莲花烙的丑必须得报 你这话不跟没说一样吗 那我明天 就到白交庙前去转转 你们接着研究吧 白交庙据点 跟咬头熬碉堡一样 迟早得拔 不然会影响整个根据地 向南的发展 可我们只有三天时间呢 你还当真呢 刘主任 赵传奇是什么样的脾气 你逼我清楚 就算关头让把话收回来 这小子一样赵干不误 李干事 李干事在吗 我是赵传奇啊 李干事 失睡了吗 你咳嗽什么 你咳嗽什么 没什么 嗓子痒 赵传奇 赵传奇 李干事让你进来 谁让他进来了 学习呢 你咳嗽 你咳嗽 别别舌 我 要 生死的 你 要 保护 你 让我 你今天晚上怎么了 神经兮兮的 我这是为你好 你现在得注意影响 什么影响 你可还背着处分呢 这跟我的处分有什么关系 赵副营长才是副营级 参加革命的时间就更短了 你呢 也就是个联级干事 还背着处分 按照纪律 你们两个不能谈恋爱 什么谈恋爱 乱交什么手头根子 这两天你一睡着就说梦话 我都听见你叫好几次赵传奇了 这件事要是让组织知道了 你的处分什么时候才能撤销啊 而且你跟赵副营长 根本就不合适 我俩根本就没事 最好没事 赵传奇把一团的团奇 给弄丢了 官团长来中心县委兴事问罪 唐书记把所有责任都揽下来了 那官团长是什么人物啊 人送绰号 关大炮 那脾气要上来 不管是谁 一炮轰死 你从哪儿听来的 你就别管我从哪儿听来的了 你应该明白 唐书记为什么那么护着赵传奇 他喜欢赵传奇 当主题 赵副营长好兴致啊 坐下说 说说吧 你又在想什么邪门歪道的办法 准备端掉白家庙的炮楼啊 现在还没有啥主意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胡来 就是不能让那官大炮小瞧我们独立 你怎么还是官大炮长官大炮短的呀 他的级别比你高 他就是你的上级 那他凭上官我叫八路办 那小鬼子这么叫我 他就这么叫我呀 其实这些我都无所谓 你说他张嘴就冯大队长这小子长 闭嘴就冯大队长那小子短的 我就是听了不顺 怎么着 要不是刘寒师拦着 你还真打算动手啊 我还告诉你 他有资格这么叫 他不但是冯四宝的老上级 叫他带兵打仗 而且还救过老冯的命 你知道吗 有这啥 那到底咋回事吗 这两个家伙是做啥的啊 罕奸 你这不是废话呢 这还用得着你来告诉我 给据店里的鬼子找花姑娘 白类 你咋知道的 前些日子 我跟莲花老去南坟 找光凯里拿情报的时候 在路上碰到过这两个家伙 把东西收拾了 上哪儿啊 跟上这两个家伙 老板 上茶 好嘞 上茶 一会儿就来啊 来 坐下坐下 客官 里边请 里边请 先生吃点什么呀 来三碗面 好嘞 兄弟啊 明天再叫不上花姑娘 日本人不又得修理她们呢 修理就修理吧 只要这吃饭的家伙 在脖子上就行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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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して下さい 我将処分隊拾起来 明智子上的目的地 请请 辛苦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赵传奇一起来的 只不过他没有进城 赵传奇让我告诉您 说他闲着没事 来喝茶 说您这儿有好茶 让您断着茶到城外找他 崔大队长 太军 您什么吩咐 小王庄抓住赵传奇的十年后 赵传奇很快就赶到了五斗坡 他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 是啊 我也觉得有人走漏了风声 要不然赵传奇 不可能这么快就到了 周大队长的部队 最近是否遭到八路袭击 对对对 我也怀疑这走不动啊 用私通八路的嫌疑 想当初 威尔寡妇管他要枪 他死活不给 这明摆着是穿一条裤子的 他是不想让威尔寡妇劝祥呢 那 那就是他那个跟班于小六 大军 当时您在这儿 收拾赵传奇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不对劲 尤其是您 趁机打赵传奇伤口的那一拳 就好像打在那小子 自己身上一样 行了 这背靠大使 你这是找靠山哪 我说啊 这可这第二天了 怎么还不行动 也是啊 挺难为你们的啊 你说让一个地方部队 去攻打一个碉堡群 我们主力部队 却在这扇扇子 确实不够厚道 厚不厚道 过了明晚再说吧 行 看起来 我们这个八路办挺有信心啊 白家庙据点 对我们独卫营来说 那就是张飞吃斗羊 小菜一碟 吹牛吧 不过咱们把丑话说到前面 愿赌服输 如果到了明天晚上 你还拿不下白家庙据点 你就得可着劲地让我折腾 这话等到明天晚上再说 真要是我赵川崎 拿不下白家庙的据点 奸炒烹插主 随你便 这话爽 我爱听 不过啊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如果明天你真拿不下来 那你就跟我回一团 我的团部还缺一个马夫 我看你黑不溜秋的 还挺合适的 那你真是选对人了 我赵川崎喂出的马 比骆驼还大 走了 腕团长 臭小子 你见过骆驼 二娃 你整天拿着莲花烙子竹板 你又不会说莲花烙 这玩意嘴上得有功夫 你这是干什么 打主板 响连声 说个小段大家听 我说的年代不算远 明朝过后大家听 清朝爷们真不赖 穿衣打扮有些怪 上身穿的这个大褂子 挂子下面是行件 脚上还蹬着个大靴子 要说怪 最怪的要数后脑勺子 脑袋后边有个大辫子 甭管你长着多高的大个子 穿上花衣服您再看 嘿 简直就像个小娘子 唱得不错啊 二娃 真不错 唱得还真有点味道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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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寄园子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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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娃 把你刚才唱的最后一句 再给我唱一遍 哦 甭管你长着多高的大个子 穿上花衣裳您再看 嘿 简直就像个小娘子 走 你说什么 要借几个你干事 那如果有困难三个也行 保证安全 唐出去 如果有人受伤 或者是出现其他的意外 唐出去 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好吧 我批准你们的行动计划 我还是那句老话 你要是做好决定了 那我就跟你成亲 别动 跪下来 好好饶命 不嘴 闭嘴 好好饶命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等会儿我们副院长问你什么 就给我回答什么 一个多余的字 就剁你们一根手指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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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白家庙的鬼子 是不是让你们俩 去替他们 找花姑娘 说 是是是 说说说 说说 说说 让你们找多少 当然是 越多越好 对 一团的团旗 还在鬼子吊瓦里吗 八爷 我不知道什么是团旗 团旗的一边 写着这几个字 八路军分凉山 抗日根据第一团 有没有 好像是有这么一面棋子 听说是战 战利品 在那个吊宝里 一直藏在东头 东头的吊宝里 东头 老实点 你要是敢多说一句话 我就一枪打死你 是是是是 不停 你们什么地干活 什么地干活 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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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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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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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上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快 快点 快快点 华姑娘 快进来 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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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干啥呢你 疯了你 鬼子全都搞定了 环琪爷拿到了 好 小勇 放闸药 端了鬼子炮篮 是 行动 行动 是 跑 走 快走 能源前面的跑路 快 快点 快点 功得一下就掌位了 那当然 我不能穿着八路军的衣服进去 是啊 没这些衣服能把团秦拿回来 来 唱着歌 猴子 唱着歌给大家听 好 好 唱起来 唱起来 都唱起来 来 唱起来 走啦 走啦 都跟上去 唱着的衣 也来咯了 唱着的衣 唱起来 唱起来 去 唱起来 唱起来 海 不拿中国女人奸淫取乐 那皇军白家庙据典 是不可能被攻破的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 不是让八路付出代价 而是要严明我们的军纪 大道军 只有纪律严明的军队 才能够战无不胜 军长 传奇哥 我 我有事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关团长马上就要走了 我说什么也得送送人家 有事回来再说 好好好 那你说啥事 我 啥事啊 我 有毛病啊你 行啊 说三天还就是三天 老冯没看错你 看来 真要是让你去医团当个卫马师 还真委屈你了 关团长 真要是医团缺骆驼了 帮起来忙也是可以的 怎么说也是兄弟部队嘛 这怎么又提到骆驼上去了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小唐啊 我会把这儿的情况如实地向总部首长汇报 行 那我先走了 命令随后就到 好 向总部首长汇报啥呀 那团情不都是还给他关大炮了吗 你改口还挺快的呀 这人前关团长人后关大炮啊 对了 刚才说什么命令到了 李参谋长被调往禁察记了 这关团长生为参谋长了 他生参谋长了 那我还不被他给骂死 我怎么办 是啊 这下你可惨了 还点了名的要骂你呢 他已经拟定 有你赵传奇同志担任独立团团长 刘寒世同志担任独立团政委 你说你该怎么办 他们都说我丫头 一笑起来一连折子 不过我还是想笑 我赵传奇当上团长了 你们的侦 你们的人给帝国武士带来了耻辱 愿望啊太军 是是您让兄弟们去找花姑娘的一干活呀 再说了那不是我们的兄弟 那是崔大馒头的手下呀 你还敢叫鞭子 住手 要打就打我们管事的 跟他们没关系 你说什么 让我住手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 太军 您息怒 我大哥这几天没吃东西 他脑子饿坏掉了 你不要心里去 没吃东西 你为什么不吃东西 想着死去的威二寡妇呗 想报仇啊 再怎么说 她也是向皇军开枪的人 也算是皇军的敌人啊 你要替她报仇 是我开的枪 这么说 是要找我报仇了是吗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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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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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说句话 说不是啊 激怒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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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激怒 你激怒不是这样的 我大哥这几天 一直都没吃东西 他一拳都禁不住 你哪能惊得住 您这种身无有力的拳头啊 他会死拉死拉你 太军 他脑子坏了 太军 求求您 您放过他吧 太军 太军 好好整对你的部下 再有违反大日门皇军军纪的事情 格杀无论 大爺 好 大哥 大哥你没事吧 大哥 大哥 你怎么摔下 赵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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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大事了 能出啥大事 稳重点 不要慌 你得像我一样 沉出气 这说明我们独立营啊 不对 是独立团 说明我们独立团非常优秀 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所以总部首长才会认命我们 你傻看着我干什么呀 不就这么点事吗 你说出大事了 快说 啥大事 少了一个俘虏 跑了一俘虏 不是跑了一个俘虏 是少了一个俘虏 酸二娃也不见了 有坏菜 你要干什么 报仇 我要杀光所有小鬼子给你报仇 给你报仇 你帮手 这是我们焚亮山根据地建立以来 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根据地政治部征求多方意见 最终决定将孙儿娃 以交军阀出 开出这队伍 唐书记 能不能再做最后的申诉 首长们再三斟酌后决定的 你们赶紧去看看他吧 军阀出的通知明天就到 唐书记 是唐书记 唐书记 唐书记 老团长 什么情况 就是这些双子 成为了一双子 和尊子是为了一双子 是啊 这一双子 我们下双子 保像我们 either 还有李国人 很 dificil 成为了刚才双子 是一双子 活成的 都不愿意 它就当为了 能不能够得了 干啥呢 把兄弟们都带回去 赵团长 二娃是你最亲的兄弟 也是我们大家的兄弟 更是咱们独立团的兄弟啊 对 二娃兄弟 二娃是我们的兄弟 二娃兄弟 五岁嘴子 你给我听好了 五岁嘴子 就凭你刚刚这几句话 这辈子也别想跟我赵传奇再做兄弟 我们以后只是同志 或许能成为最好的同志 你们呢 跟我赵传奇做兄弟 还是跟我赵传奇做同志 一边 五岁嘴子 你 我 你 明天军阀出的人就把你带走了 我给你送行 你放心 做人做鬼 我都会去打鬼子 能说出这种话 说明我没看错你 行了 别绷着脸 这么多年 咱们一起出生入死打小鬼子 从小到大 我一直打你 骂你 欺负你 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好 可过了今晚 我就不能再保护你了 你放心 不管走到哪儿 我都会照顾好自己的 可是这事败坏了八路军名声 队伍怎么处理我都是我自找的 你也别难过了 等赶走了小鬼子 你回庄里找我 好吗 好 到时候你可别埋怨我 写我鬼子少的手 要不你在丘手上留下我 钢铁班的部队就要有钢铁班的纪律 我不会帮你 军法处的人 他们啥时候来 命定 刘正尉 赵团长有些反常 我这心里气上爬下的 怕什么 怕他会带二娃跑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见过二娃后 他就去找唐书记 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 我猜他是为了二娃做最后的争取 遭到了唐书记的拒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两分钟啊 能说几句话 要是唐书记松了口 那绝对不是几句话的事情 你派人跟踪赵团长 这怎么能叫跟踪呢 是我派铁所他们保护他 就把他出事 铁所告诉我 回到屋里啊 反反复复地擦墙 刘正尉 作而我已经犯了 无法挽回的错误 我们可不能再让赵传奇他 赵传奇找司令员去评理 这我倒相信 去抢人 要抢早抢了 不会等到现在吧 那我们也得以防万一 明天早上把他堵在屋子里 这样也好 10亿 它就已经死了 去了 来 来 站住 什么鬼的 站住 枃 酸儿啊 你想干什么 俗话说好狗不不不 好狗不复挡路 让开 五岁贼子 你能不能别离我这么近说话 喷我一脸 你们几个都站好了 传奇哥要给你们喧话 瞧瞧你们这副德行啊 一个个庄稼地里的歪骨子 爹娘耕种你们的时候 没往地里头咋问啊 这不就完了吗 你究竟想干啥 这个 五十多个村子 参加咱们这个 这个 集训 对 集训 所以呢 咱们绝不能给小王庄的乡亲们丢脸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们啊 你们都得听我的 我们去集训 那得听人家八路的 也轮不到你赵传奇数话呀 娘呢 犯了你了 还听八路的 怎么了 谁不服 谁不服就跟我摔一招 谁赢了听谁的 那那那这么说 李大傻子能摔 李大傻子跟你比划比划 谁赢了听谁的 我来你了 我来你了 你来我看看 是 贴 değildi 你的菫萨 还没摔呢 你爬起来干什么 你们咋不比啊 上次摔跤他就抓我下半 说药给我捏醉了 我还没娶媳妇呢 我不赢 扶起来 扶起来 起来吧 起来 这不就完了吗 舍不我了 如果咱们都被人家八路给看中了 那么以后也得听我的 不然我就把你们踹回老家 让你们回家种地去 还有啊 我听说八路都会唱这个调的 所以啊 咱们大路也得唱着个调的 唱着调调 尽他这个刘家娃 让那些村里的人看看 咱小王庄的爷们儿 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对 好 什么呀 走着 程基哥 你这是干啥呢 吃多了要捞腾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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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言谈举致啊 啊 啊 吃 吃啥橘子 你这是干啥呢 土沙潭 什么土潭吃橘子 咱现在已经是对付了 那就得注意自个儿的那个说话 这个用词啊动作 从现在开始 我要是再说脏话 你就给我拾眼子 干脆这样 你掐我 算是帮我进步了 好吧 那我还是准备跟真吧 准备真干扰 你每天说的脏话 那要是换成金粮 比三五代小米都中 那我这手还不得掐肿了吧 我说孙儿了 我发现你这个训练场上 没啥长进 你他娘的拐弯抹角的骂人 你倒是长进不少 谁 找啥呢你 我找真啊 干啥 赵川几又说脏话 我得用针扎他 帮助他进步啊 咱不算好不好 下次 下次我要是再说脏话 两罪病房 下次行不行 下次行不行 莲大哥 明天我就要离开队路了 我敬你一辈 你多吃点 到了下边 才有件杀鬼子 好 得到 二娃离开队伍前跟我说过 只要还有一个鬼子在中国的统地上 他就不会放下武器 他始终一个人和鬼子战友 但最终被鬼子包围 他和莲花烙一样 拉响了守卫 和鬼子同归于尽 打仗总会死人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 我和二娃这帮兄弟 是如何战死沙场的 但咱们也没想到 二娃竟然会有这种方式 离我而去 你是我的国家 民族 我不懂 我就跟着传奇哥 传奇哥打鬼子 我就打鬼子 传奇哥要是没了 我就给他守一辈子温城 去凯尔瓦了 没去啊 都已经快到了 但是 不自怎么都卖不动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以什么身份去看他 政策部主任 政委 战友 或者是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从小 是跟着爷爷长大的 他是前卿举人 老人家跟我念叨的最多的四个字 就是 君子不党 后来我都吃饭 结束到了共产主义 后来 进了党的大门 我更加认识到了 君子不党这四个字 干革命 就是要坦坦荡荡 跟每个志同道合的人 做最好的革命统治 但我自从 来到焚凉山以后 听到的最多的两个字 就是兄弟 说心里话 我很反感 革命队伍中 怎么能够称兄道弟 怎么能够拉帮结派 我和赵传奇 探讨过兄弟 与同志之间的关系 我虽然认为 他说的 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可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 但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孙二娃会用这种方式 领开 对我触动很大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我现在可以端定 当独立团的战士 命悬一线的时刻 他们会把生命 托付给赵传奇 而绝对不是我 刘正尉 你这话说的有点重了 老马 我确实应该 好好地反思一下 从集训打队 到独立团 我始终以一个 革命理论的 先知者自居 一直在批评别人 从没有想过批评自己 尤其是 在对待赵传奇的问题上 我做了许多 不当的事情 真是 �던你 你不想 李主席 是你有事 心里有事 对吧 坐 帮我们劈柴呢 谢谢啊 没事 你在啊 你听没听说 最近赵团长有麻烦了 什么麻烦 我怎么知道啊 不过我听独立营的人说啊 这两天赵团长见谁都黑黑的傻笑 这按理说孙二娃 他最贴心的兄弟走了 他应该哭啊 所以大家都认为赵团长啊 这儿有问题了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没事 闲得无聊 我呀 就盼着能打仗 对 盼着打仗 盼着第一个冲出战壕 盼着战死沙场对吧 盼着战死沙场对吧 有什么心里话就说出来吧 你不是 拿我们家老冯当大哥吗 就拿我当打击吧 打击 打击 我就是觉得血是赌头啊 你说二王他死的冤不冤 要我说冤呢 谁让他犯了纪律呢 跟那些小鬼子呢 他们烧杀奖了 监淫妇 咱们抓住之后 是不能打又不能吗 我懂 他们都是军国主义思想的牺牲品 这个理啊 你早就跟我讲过 我明白 说实话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中尊是咋牺牲的 可我心里有鸽子 你说为啥总是我们去宽容鬼子 你说 咱们要是保到鬼子的地盘去盖坏手 小鬼子能宽容咱们吗 你看 我以后 也许是不为了 你不许是 这才是不许是 热情的 今天 什么 你不许是 你不许是 我 你不许是 你不许是 我就是觉得我们八路军太善良了 咱中国人太善良了 所以才会被这个欺负吧 又被那个欺负杀生是个头啊 善良是一种伟德 但善良不是软弱 我们在这儿干嘛呢 我们在这儿拿起武器 反抗侵略 近一百年来 为什么我们中国总是被欺负 不是因为我们善良 是因为我们落后 这种落后的差距你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场战争中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二娃的这件事情上 你给我赏了一颗 你的这种冷静 和处理方式 是我没有想到的 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至少我做不到 二娃走的那天 我也忍不住掉泪 我记得上次流泪 是听到我们家老风牺牲的消息 今天看着你流泪 我就放心了 二娃少就跟我在一起 他还跟我出生入死 你说 他要是不犯禁 不离开队伍 也许他现在活着 你说 我要是能带着他一块儿进墓 也就不会发生这种 哭吗 哭吗 哭 哭 有情报显示 八路军正在对我华北交通运输线 张开颇序作战 先迷你部不惜一切代价 切断焚凉山八路与主力团的连接线 是 1940年8月至12月 我和刘韩石带领刚刚组建的独立团 参加文明中外的百团大战 独立团对日军作战三十一次 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语的战斗认为 在此期间 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你们制定的囚龙计划 以铁路为链 公路为铸 调宝为锁的囚龙计划 说什么八路军只会游击战术 而我们现在得到的却是八路军游击式的进攻战略 你们的囚龙计划让八路军一百零五个团 对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好好回去看看这些数据吧 遇上我帝国军队两万余人 背负两百余人 高枕无忧的娘子官上 居然插上了八路军的军旗 你们还有什么脸面继续指挥帝国军人 还是想想 想想 怎么让我这个被帝国军部耻笑的将军 如何挽回脸面 滚 赵野军 赵野军 把你留下来是出于对你的保护和尊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纵容你对战况做出的错误判断 知道吗 在你的空置地区八路军正在开展 趋不离去陷不离现的游击战 同时集中部分主力部队连续破击我军后防线 攻击我军修路部队和运输队 对此你做何解释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 是我的实质 可我要告诉你的是 现在整个局势 是因为这场战事 激励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热情 我们现在对华北战事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 军部准备从华中正面战场 调两个师的力量 来加强华北方面军的平衡 要对华北抗日根据地 进行更大的毁灭性的打击 并证实任命你为敌酒混成步兵旅团打坐 战事失利 我却在战败中升任 小野心中有愧 我更认为这是对你个人的吉利 小野军 能从将军被搁置到下层经关 现在又重新被任命为大佐 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你不是说招传奇是中国人的传奇吗 那么小野军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传奇 我们要用大日本帝国的传奇 去击败一个立党民族的传奇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传奇 只是现在 你和招传奇之间的斗争 已经不是你们个人之间的事情 而是事关我们帝国的成败与荣辱 明白了吗 个人荣辱与帝国圣战相比 不止一体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招传奇的大事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